缅甸和巴基斯坦相比 缅甸对我国可能更重要 近些年从美国在全球的布局来看 中东局势可谓岌岌可危 在伊拉克被征服之后 当前除了斯利亚和伊朗之外 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基本都亲美 而斯利亚基本不产石油 所以伊朗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中国当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石油消费第一大国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平油国 所以中国绝大部分石油都需要进口 虽然中国一直在想办法 让石油进口国多元化 但事实上除了俄罗斯的石油 其他国家的石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为了我国的能源和贸易安全 我国一直在寻找能够突破 马六甲海峡的方法 放眼望去 马六甲以西 波斯湾以东 这样的国家只有两个 一个是巴基斯坦 另一个便是缅甸 这两个国家一左一右夹至印度 同时又都和我国接壤 而且拥有着出海口 自然成为我国战略争取的对象 巴基斯坦被誉为巴铁 关系自然没得说 中巴走廊和瓜达尔港的建成 将有助于我国稳定大后方 但是我们都知道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缅甸自然也就成为了 我们第二个争取的对象 缅甸的交漂港 就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战略能源支点 相比于瓜达尔港 交漂港的地位更加重要 因为西南和东南地区 是中国的重要经济地区 来自交漂港的石油可以快速地到达昆明 成都 辐射中部地区和东南地区 除了经济层面 从地缘政治上来看 缅甸的另一个重要的战略意义 就在于遏制印度 从图上可以看出 巴基斯坦在西 缅甸在东 正好将印度夹在中间 使得印度动弹不得 缅甸一直以来和中国关系密切 曾是几代中原王朝的藩属国 公元11世纪 普干王朝崛起 结束了当时缅甸长期分散的城邦制结构 此时的缅甸积极对外扩张领土 一时间还把战火烧到了大历程下 而当时的云南已被蒙古人占领 忽必烈注意到了这个充满野心的邻居 于是灭颂八年后 元朝攻入缅甸 普干城破 缅甸分裂 并对元朝臣服 元在缅甸设立了缅中行审 但与其保持独立性 但需要在名义上承认元的统治 到了明朝 在继承元基谜政策的基础上 明英宗三次征讨路川 西南版图极大扩展 当时整个缅甸老沃北部和泰国北部 都被明朝控制 并设三宣六位置 后期明朝衰落 缅甸内部东须王朝崛起 明丧失了在缅北的大片领土 到了明末 南明帝退到缅甸瓦城避难 东须将他囚禁起来并献给了清军 而当时 追随南明帝的士兵和百姓逃到缅甸麻利坝 他们的后人便是今天缅甸少数民族 果敢族 到了乾隆时期 缅甸再次和中国发生冲突 并进行了四次战争 清军都已失败告终 可以说 我们和这个邻居历史上有过不少的摩擦 缅甸做我们的附属国 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过中国 对于中国 缅甸也一直很清醒 那就是保持中立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曾经拉拢缅甸遏制中国 但缅甸没有答应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苏联拉拢缅甸 缅甸也再次拒绝 如今缅甸开始偏向中国 缅甸之所以偏向中国 是因为缅甸在走了几十年的弯路的情况下 发现只有中国是真正的帮助它 而缅甸在经济之后的十几年后 也痛定思痛 开始发展经济 随着我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加上缅甸特殊的地理位置 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此外 缅甸还租借我国柯科群岛 柯科群岛为缅甸阳光省 西南方向的一个岛群 东靠安达曼海 南与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隔海相望 西陵孟加拉湾 柯科群岛主要包括大柯科岛小柯科岛 总共17个岛屿 位于云南省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六甲 所组成区域的中心地带 该岛还是外媒所盛传 中国珍珠岛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可见 比起咱们的巴铁 缅甸的吃味优势 不管是在经济层面 还是在地缘政治上来说确实被低估了 对此 你觉得缅甸对我国有多重要呢